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要贪求小力 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 贪求小力就做不成大事 也就是说 做事情要踏踏实实 要想走捷径 反而为其反作用 小朋友们 你们懂了吗 下面呢 就进入我们的迷你小剧场来瞧一瞧吧 今天轮到你们俩打扫学堂 一人一半 谁打扫的又快又好 还有奖励 真的呀 奖励一定是我的 我第一 我第一 你就慢慢擦吧 我领奖品去咯 哦 这么快就好了吗 我来瞧瞧 嗯 我宣布 今天的奖品是 它的 为什么 明明是我先好的嘛 你呀 你肯定是为了要奖品 就马马虎虎的 也不管到底有没有打扫干净 结果呢 跟没打扫的时候也差不多 这就是 欲速则不达 你再看看那边 奖励到底该给谁 还用我说吗 我 自曰 言必信 行必果 这句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 说到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做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 小朋友们 你们懂了吗 下面呢 就进入我们的迷你小剧场来瞧一瞧吧 我回家了 记得啊 明天早上等我一起去山里玩 好 我一定等你 好 我一定等你 呀 有点早了 还早呢 怎么还不来呀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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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了在这儿等的 万一他来找不到我怎么办呢 还是等着吧 哎呀 反正都这么晚了 他肯定不会等我了 哎呀 你终于来了 我 你还在等啊 我还以为你早就不等了呢 哈哈 夫子说过 言必信 行必果 说到就要做到嘛 还好你终于来了 我 呃 实在对不起 哈哈 要真想道歉的话 请我吃米糕好了 好 现在就去 哈哈 紫曰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这句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 君子讲究和谐 而不同流和污 小人只求完全一致 而不讲究协调 也就是说 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 但他却有自己的主见 从来不愿人云亦云 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只要求别人和他完全一样 不讲究原则 小朋友们 你们懂了吗 下面呢 就进入我们的迷你小剧场 来瞧一瞧吧 听说那人是个小偷 真的呀 那还有假 他旁边邻居家的鸡 就是他偷的 那我们可得离他远点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起来不像是会偷东西的人呢 要是真的呢 那我也相信你是有原因的 我是偷过邻居家的鸡 不过只有一次 因为我娘生病了 想吃鸡 我又买不起 就 买不起可不能偷呀 不过我觉得你挺孝顺的 我们做个朋友吧 不过以后你可不能再偷东西了 你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别人都躲着我 喂 你要跟他做朋友 可得小心了 万一以后 学堂丢了什么东西 夫子可就怀疑你们两个了 你 你根本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跟着别人说他是小偷 在背后嘲笑他也就算了 还到处说他坏话 想要大家都像你一样躲着他 我看呀 离你远一点倒是真的 喂 你 夫子 夫子 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 教你们一句话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也就是说 君子跟身边的人都能相处融洽 却有自己的主见 从来不人云亦云 小人呢 正好相反 没有主见 没有原则 还非要人家跟他想的一样 你呀 还不反省吗 呃 哈哈 子曰 君子 太而不教 小人 教 而不太 这句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 君子安静坦然 而不傲慢无理 小人傲慢无理 而不安静坦然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 对待人不一样的态度 小朋友们 你们懂了吗 下面呢 就进入我们的 迷你小剧场 来瞧一瞧吧 哇 这位公子好有风度哦 哎 夫子 这就是你说的 千千君子吧 是君子 还是小人 可不是光看外表 而是看他对待人的态度 君子 太而不教 小人 教而不太 你看 他 和他 那个是君子 那个是小人呢 啊 这还用说吗 这乞丐 这乞丐走路都歪歪倒倒的 哪里像个君子了 你仔细看 你仔细看 喂 你怎么走路的呀 对不起 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 走路脚下不稳 冒险 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你看看 这可是上好的绸缎呢 现在弄脏了 你赔都赔不起 实在对不起 要不 公子把外衣交给我 我洗干净了 亲自送到府上如何 你 我还怕你越洗越脏呢 我可不管 赔我十两银子 喂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这位大哥都说 他几天没吃饭了 你不帮忙他就算了 还趁机敲诈 夫子说的对 你是个小人 这位大哥才是君子 你 算了 算我倒霉 哇 夫子 你好神哦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看 这位富家公子 虽然衣光华美 脚步却虚伏不定 肯定是个心虚气躁 傲慢无礼的人 而他 虽然衣衫褴褛 但神态举止 安静坦然 有君子之风 夫子 夫子 我们还是先给这位君子大哥弄点吃的吧 他都饿得不行了 好好好 我们走 孔子替 孔子曰 其言之不作 则为之也难 这句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 说话如果大言不惭 那么实现这些话就是很困难的了 也就是说 总是夸夸其谈的人 肯定都是说一套 做一套 小朋友们 你们懂了吗 下面呢 就进入我们的迷你小剧场 来瞧一瞧吧 哇 你家好有钱呢 哈哈 那是自然 我家的黄金白银堆得像山一样 还有好多珍珠 随便抓一把 都只好几千两银子呢 哇 我都没见过珍珠哎 嗨 这还不简单 过几天 我带上一大包 让你开个眼界 送给你都行 真的吗 那当然 我说话还有假吗 哈哈哈哈 你不会还在想珍珠的事吧 对呀 别想了 他说话呀 连一半都不能信 啊 夫子说过 其言之不作 则为之也难 老是夸夸其谈的人 根本就说话不算话 不信 你自己去问问 就明白了 你不是说 带珍珠给我看吗 都过去一个月了 啊 啊 哈哈 我忘了 过几天就带 哎 珍珠呢 明天就带 明天就带 给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珍珠 你不是说 你家珍珠好多吗 怎么 只有一颗 哎呀 我家是有好多呀 可是 那么多好重的 一颗不就行了吗 臭小子 总算找到你了 啊 不好 臭小子 咱家就这一颗宝贝珍珠 叫你痛 叫你痛 我一举的收拾你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哎 其言之不作 则为之也难 夫子说的太对了 子曰 古之学者为己 金之学者为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 古代的人学习 是为了提高自己 而现在的人学习 是为了给别人看 意思是 做学问 还是要踏踏实实 不要有什么别的目的 这样 肯定是没有好处的 小朋友们 你们懂了吗 下面呢 就进入我们的 迷你小剧场 来瞧一瞧吧 前面有好多人 快去看看 画得真不错 真不错 这个人真厉害 哇 你怎么开始学画画了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会画画可以那么神奇 等我学好画画 也能跟它一样了 哎呀 怎么都没人来看呀 没关系没关系 你画画比以前进步多了 那有什么用 又没人来看 那边有人在吹笛子 真好听 真是个天才 你怎么又在吹笛子了 当然了 等我学会吹笛子 我就是个天才了 那画画呢 嗨 画画都没人看 哪有吹笛子厉害 早就不想学了 哎 怪不得父子老说 古之学者为己 金之学者为人 现在人学东西呀 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子曰 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这句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 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 应该是用正直来报答怨恨 用恩德来报答恩德 意思是 不要总是坐牢好人 对待无缘无故 怨恨你的人 就应该直来直去 只有对待 有人德的人的时候 才能报之以仁德 小朋友们 你们懂了吗 下面呢 就进入我们的迷你小剧场来瞧一瞧吧 怎么啦 你的书桌 谁干的 算了 我知道是谁干的 我就知道 他是看你功课好 夫子喜欢你 心里不痛快 走 找他去 算了算了 夫子说过 不要计较太多 犯不着生气 算了 我帮你修好吧 你呀 就是太老实了 这样下去 肯定不行的 怎么样 我就说吧 对这种人 不能太客气 不然 他就会得寸进尺的 看我的 喂 我知道是你干的 快点道歉 哦 对了 还有 你要赔一张新桌子 你凭什么说是我干的 哼 不是你 那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呃 别以为言辉老师 就觉得他好欺负 快点道歉 我 呃 对 对不起 最好 还能赔我张新桌子 我可没钱买桌子了 这样才对嘛 夫子说过 以知抱怨 以德报德 对付这种人 就该这样 你拿好性格呀 还是留给我这个好朋友吧 嗯 有道理 analys 对不起 优 sucking 洩彩 拜托 垂 宙 感谢观看